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节 这一节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系统化的方法 叫做Solution by Variation of Parameters 它会把我们前面所讲的东西 用一个很系统的方法 叫Rone Skin 的方法 假设我们有Homogenea Solution 有两个Basic Solution 我们可以直接用那两个Basic Solution 找出它的Particular Solution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怎么来找出这个Solution 这个方法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二次维恩方程式 再加上一个Input of X 它的解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的Particular Solution 我可以用这个方程式来把它找出来 Y1 Y2是我的Basic Solution Homogeneous Solution W是什么? W我们叫Rone Skin Rone Skin是一个人 W就等于Y1乘上Y2' Y2的尾分 减掉Y2乘上Y1' 也是Y1的尾分 因为这Y1跟Y2我们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W可以带进来 W可以带进来的话 因为Y1 Y2都知道了 R也知道 所以你用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就可以找出Particular Solution 那我们现在先不讨论怎么导出这个方程式 我们先接受它 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我们会导一下这个方程式 我们先看这个方程式 我们怎么用它 好 我们先举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二次委员方程式 Y' plus Y equal to second x 那我们看看这个怎么解 那我们它的Homogeneous Solution 就我们这边先不看 它是Y' plus Y等于0 它的解 因为是lambda平方加1等于0 就是它的Captial Reset Equation是那样子 所以它lambda就等于正负i 正负i 所以我两个basic solution 就是cosin x跟sin x cosin x跟sin x 好 那我们的wrong scheme 就是y1乘上y2' minus y2 times y1' 就等于1 这cosin乘上y2' y2是sin x 它的pran微分就是cosin x 那减掉y2 y2就是sin x 乘上y1' y1'就是cosin x的微分 cosin x的微分是minus sin x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来 我的wrong scheme 就等于cosin square 因为互负得证 就plus sin square cosin square plus sin square 就等于1 以前在集合学应该有学过 所以这个应该是特意在课本里面凑出来的一个 就让你比较简单 所以基本上它等于1的时候 y particular solution 就是minus y1乘上y2r y2r就是sin x乘上second x 除上w w是1 所以我们就有这一项 加上y2乘上它的积分 y1乘上r 除上w w就是1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particle solution 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看看sin x乘上second x second x是什么意思呢?是1 over cos x 1 over cos x 那我们先对sin x 跟d x sin x 跟d x 我们先把它sin x乘上 它就是d 它就是d of-cosin x -cosin x 那-就得证 所以它等于d cos x 下面是cos 所以你会得到它的积分就是lin 那个cos x的一个absolute function 因为它lin只能take个正值 所以这边一定要这样 所以这cos x又搬下来 那这负值已经搬进去了 我们就得到这个 那我们这边是什么呢?cos x乘上second x second x second x就是那个e除上cos x 所以这边画起来它就会等于1 所以1的积分它就等于一个常数项 就等于1 所以1的积分就等于x 就等于x 所以这边就是x乘上sin x 好 所以我们yp应该就是等于这样的一个solution 所以我们最后会得到这个final solution 它是homogeneous solution plus particular solution homogeneous solution就是cos sin x 就是它是c1 c2 cos x sin x 那particular solution就是我们这边解出来 它有cos x跟sin x 那这边是lin cos x 就是lin absolute value of cos x 那这边是x 在这里 所以你得到这个final solution 你可以去验证一下 这应该是一个对的一个solution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我们怎么导出这个long skin solution 那我们回到我们前面 我们假设就是我们有这两个basic solution 有两个basic solution 那我们用messor modified parameter 就是y1乘上一个u function 那y2乘上一个v function 那我们到时候就要找出u跟v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solution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 因为我们到时候它是二次微分方程式 我们要先做第一次微分 我们看它它得出来会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对yp做一个一次的微分 一次的微分 这是u跟y1 所以u先做微分 所以u prime y1 再来对y1做微分 我们就是u乘上y1 prime 再来一样这两项 我们先做v做微分 所以v prime y2 再做y2做微分 就是v乘上y2 prime 所以这个方程式会这样子 越解会越长 那我们现在假设 假设就是我画红线这部分 画红线这部分 也就是u prime y1 plus v prime y2 我们这部分我们强制它等于0 强制它等于0 那我们这叫做second condition 事实上这个没什么道理 那我们只是为了简化它 我们强制它等于0 我们看看它会怎么样 当这部分 红色部分加起来等于0的时候 我们只剩下黑色的部分 所以y1 prime 它就等于黑色部分 u乘上y1 prime plus b乘上v2 prime 那这样的话跟前面看起来是会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我们前面是假设 yp equal to u乘上y1 plus b times y2 所以yp prime看起来会比较顺一点 好 那我们现在把它简化以后 我们再做二次微分 二次微分看它会是怎么样 那么这是指用这个简化过的 这个yp prime做二次微分 那一样我们第一个 这个u y1 prime 所以对u做微分 再对y1 prime做微分 它就变成y1 double prime 那这边一样 对v做微分v prime 那对y2 prime做微分y2 prime 所以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二次 yp的二次微分相 就等于这样子 那我们带回去原来的equation yp double prime plus p times yp prime plus q times yp equal to r 那我们看它会是怎么样 那我们前面已经算出yp prime double prime是什么样 就是这边这几项 yp prime我们也算出来 我们把它带进去以后 我们针对uv u prime跟v prime 我们做一个整理 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equation 那这细节请同学自己导一下 自己导一下 把它整理一下 应该会得到一样我这个东西 那我们现在注意看 就是u的这边是y1 double prime plus p 等下y1 prime plus q y1 prime 那你看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 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equation的前面的一部分 那我们记得在它y1 y2就是homogeneous solution 所以这边得出来值应该是等于0 那这边也会等于0 所以这两项就会消掉 我们会只剩下后面这一段 后面这一段 也就是我们这边写的 u prime y1 prime plus v prime y2 prime equal to r 就变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形式 那记得我们前面有这个second condition u prime y1 plus v prime y2 equal to 0 所以事实上我们只要解这个线性连立方程式 我们就可以算出v prime跟y prime到底是什么 in terms of y1 y1 prime y2 y2 prime 那这个要怎么解呢 那基本上我们假设我们第一个要把v prime把它消掉 我们就看到它的共同项是什么 所以很显然这边要乘上y2 这边要乘上y2 prime 所以我们就把第二项乘上y2 prime 第一项乘上y2 我们把它相减以后这一项就会消掉 那剩下就是这个u prime的项 我们会得到y1 y2 prime minus y1 prime y2 这个就是wrong scheme的值 那我们这边因为减掉 这边是0 这边是minus y2 所以你会得到minus y2 所以我们最后把它化解一下 你会得到u prime w equal to minus y2 那这样就变成一个可以解的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解除u u出来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前面倒出来 我们会得到这个equation u prime w equal to minus y2 times r 那怎么解除u呢 因为它是u prime 所以我们要对u做积分 所以我们打w移过来 w移过来以后做积分 那负数负值放在这里 得到这个 那同理前面我们细节就不倒了 你可以带进去倒一下 你的v就等于y1r over w的积分 所以把这两个再带回去 我们yp 现在我们假设它是u乘上y1 所以我们现在有minus y1乘上这个u的这个值 加上y2乘上b 就是这个值 那这就是我们general solution 好 我们很general的particular solution 那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种解法 就是你就不用像前面这样子 这样常用各种方法去带 你只要y1y2出来 你就一次就可以解决它的那个solution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鼓励各位同学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记住很多那种各种不同的方法 可是数学家他们也是慢慢在进步 后来他们就会找出一个 更通用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ron skin也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好 那我们第二章就在这边结束了 谢谢